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今天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 十三五计划 以及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 是会议的焦点 那么这次的五中全会 也可以说是习近平时代 所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的 一系列经济政策重大决定 还有重要的人事安排 都有可能会在这次的全会中 加以确定 接下来我们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 来为您报道这些情况 东方你好 岳文你好 是东方我们首先就先来看看 经济方面这个十三五的规划 这可以说是习近平任内 一个非常重要 也是第一个五年规划 那么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 外界有很大的担忧 这次的五中全会 可能会宣布哪些经济政策呢 中国媒体一般要在 这个五中全会闭幕以后 才正式会宣布 向老百姓宣布 举行了这个会议 并发表会议公报 不过据我们的了解呢 这次五中全会召开之际 中国股市崩盘 人民币贬值 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速 首次跌破指标性的7%以下 所以说呢 混乱的中国经济变局 一再令世界困扰 侧目 那么十三五规划 是这次这个五中全会的 重点目标 肯定要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 放缓制定一些政策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里 中国官方媒体的调门呢 已经从过去的保八保七 到现在的宣传 中国经济无需不守7% 那么有分析说今天的中国 经济政治呈现一种 多元化的这个状态 那么有些智库就指出 那今天的中国政府呢 仍然靠着顶层设计来做经济 靠着集权政府干预 来指导市场经济 很难让中国的经济摆脱困境 好 于文 是 那么除了这种 由上而下的经济管控之外 当然另外一个焦点议题 就是人事的布局 很多人说这次五中全会 可以说这是为将来 19大的人事来敲定他的布局 那么特别是19大 政治局常委的空缺 到底花落谁家 很多人都在进行分析和揣测 跟我们谈谈在北京的外媒 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因为五中全会在18大和19大之间 那么在19大上 中国军委和政治局常委 将会有比较大的变动 那么我们看一些海外媒体 就分析说呢 在这次五中全会上 上海市委书记也许会换人 现任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会被换下 那么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也是习近平在这个军内 打击腐败的主要同盟军 有可能会进入中央军委 那么王岐山年龄 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但是19大呢 他可能不会退下 这次五中全会可能会决定 让王岐山延迟退休 那么跟随习近平访问美国 访问英国的中央军厅主任 栗战书呢 也有可能进政治局常委 另外呢 这次五中全会的另一个看点 也许是会正式宣布 令计划被开除出党 那么我们看到 五中全会在人事方面的议题 肯定包括将正式将 11位腐败落马的中央委员 和中央候补委员清除出党 包括令计划 周本顺 杨栋梁他们 这五中全会呢 将会创造出一个 中共在中央全会上 开除党籍人数最多的历史新记录 就在开会 这个五中全会之前 开幕之前呢 中共颁布了一个叫做 中国共产党党纪 纪律处分的条例 其中一个新规定呢 说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可以开除党籍 有的分析说 这是指任志强 最近发表对共产主义的看法 也有评论是说 警告下层官员 不要妄议中央 如河北省省委书记 周本顺 就被开除了党籍 据说他其中一个罪行 就是对党不忠诚 阳奉英为 妄议中央 另外一个比较明显 就是广西省省委常委 南宁市的市委书记 余远辉 他就公开在一次会议上说 有些干部没有骨气 被双规两天 什么都招了 这个一点骨气和意志都没有 这个余远辉也就被开除党籍了 这条规定呢 也引起党内的议论纷纷 很多中共党员就认为了 如果不允许妄议朝政 会影响党内的民主 是 也有很多人说 这个妄议现在成了 中国现在最热门的一个名词了 那么继续我们再看到 也有外媒报道说 中国有可能在这一次的 五中全会上 再进一步来松绑 计划生育政策 在这方面 你掌握了什么信息呢 计划生育确实很重要 十三五的规划呢 要重点提到医疗养老 计划生育政策 那么计划生育政策 到底怎么放宽 多少年来一直没下决心 所以这一次五中全会上 可能会对十三五的规划 要出台进一步的 放松计划生育的政策 那么我们看中央 中国是1999年 就进入了老龄化 那么对经济和社会的 负面冲击越来越严重 现在劳动人口比例减少 未富先老 加剧了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 男女比例失 男女人口的比例失调呢 也引发了议论 中国有学者就主张 几个男人将来 要共同娶一个女人 所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提高出生率 减少老龄化的压力 显然是中国政府 现在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宜文 是 东方最后30秒 跟我们谈谈 可能跟过往召开重要会议 是一样的 今天在北京的气氛怎么样 安保的维持 是不是特别的严厉呢 他虽然没有正式的宣布 但是这次五中全会 按惯例应该是 在由总参写放军背景的 京西宾馆召开 不是在人民大会堂 那么400多名 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以及他们的秘书 专家学者 就在那个宾馆里边 闭门探讨中国的大事 那么在周围布置了很多的警力 从火车站西客站开始 布置警力 那么还有些拉访民的公交车 有十几辆 其中一辆上面有数十名 被查获的访民 因为每到北京出大 开大型的活动 都会有各国各地的访民 到北京来告状 那么越是接近 京西宾馆的地带 我们看就运严格 行人会被警察拉住 随身检查 很多访民被查出 带着上访材料以后 就被带走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东方